昨天說到,花如玉說給蕭十一郎和冰冰他們知道, 說沈碧君是剛剛走了,蕭十一郎立刻問話, 你肯讓他們走? 花如玉說,在下又不是土匪,也不是官差, 他們要走了,在下怎麼留得他們住? 蕭大俠,你不信我說的話嗎? 哼,你看到的確不像土匪,只不過人不可貌上這句說話, 我想你都聽過了, 那在下有什麼理由要對蕭大俠說謊? 因為你不想讓我見到他? 唉,在下又不想讓蕭大俠見到他們, 那為什麼又要回來, 為什麼又在這裡恭候蕭大俠的大家? 唉,在下在這道恭候, 就是要向蕭大俠解釋一下正話的誤會而已, 正話,有什麼誤會? 哼,沈姑娘本來一直跟著紅衣、綠袍兩位老前輩的, 紅英、綠袍? 沒錯啊,蕭大俠如果不信, 隨時可以去問他們, 那這兩位前輩不會說謊了吧? 他怎麼會跟你來這裡呢? 哦,不是在下不肯說啊,這層, 只不過啊, 只不過怎樣? 只不過在下拍蕭大俠聽了之後, 會不高興啊, 哼,你不說,我就不高興啊, 我生氣了,不是人敢品啊, 欸欸欸欸, 江湖全民都說, 連城碧蓮公子來了這左近, 沈姑娘聽到這個消息了, 就說要跟著在下來了, 啊, 花如玉這番說話, 就好像一把刀, 一把比國禄刀更加得人知識的刀, 不斷就刺在蕭十一郎那裡, 喏, 沈碧君若那位一帝哥, 他還有說話好說, 但是連城碧就不同了, 花如玉叹了一口氣, 他就說, 唉, 他人雖然不在這裡, 哦, 但是酒在這裡啊, 蕭大俠, 不如先開懷唱飲幾杯啊, 那好吧, 我就敬你三杯, 欸, 好好好, 恭敬不如從命, 請, 可惜你酒杯不行, 欸, 為什麼不行啊, 酒杯太小了, 蕭十一郎講完, 將桌上一大碗魚翅, 一大碗肉丸, 一大碗煙窩鴨絲, 全部破曬在地上, 空出了三個大碗, 然後浸滿了三大碗酒, 他說, 來, 我敬你, 你先喝, 花如玉, 虎口虎臉, 看著桌上那三碗酒, 嘗嘗一聲, 唉, 好好好, 我喝, 我喝, 好喝, 唉, 好像喝藥那樣, 將三大碗酒, 不停就喝光, 蕭十一郎, 也喝了三碗, 喝完之后, 又倒了三碗, 他說, 金文, 應該是你敬我了, 你道主人, 還是你先喝, 唉, 再喝這三碗, 再也啪啪聲, 酒力的了, 我敬你, 你難道不回敬我嗎, 那你只是看不起我, 唉, 不, 好, 那我就回敬蕭大俠三碗, 來, 來, 他硬著頭皮, 捧起一大碗酒, 唉, 好像喝毒藥那樣喝, 但是喝到第二碗的时候, 他突然不像喝毒藥, 反而像喝糖水, 到蕭十一郎又喝完三碗之后, 花魚屋居然又笑着, 來, 來, 我們再来喝三碗, 嗯, 蕭大俠, 請, 蕭十一郎挖着他, 突然说, 我還有兩件事要告诉你, 好, 好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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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既不是大俠, 你從來不做大俠, 第二, 我若發現你, 對我說了一句這麼多謊話, 我就會將你的舌頭割下來, 你明白嗎? 我, 我, 我明白, 不過, 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 有什麼的你不明白, 喏, 他既然, 是為連城逼, 來的, 現在, 怕都是因為連城逼走的, 你又為何不去找他們, 把迷雷找我出氣啊, 哈哈哈哈, 說完, 花魚屋整個塌下, 蕭十一郎, 臉青青的, 他突然將桌上面十幾碗菜, 全部用那塊大紅桌布爆起來, 哼, 你既然有心要請我, 吃不完的, 我就拿走了, 花魚屋沒有反對, 他已經爛醉如泥了, 笑實一郎, 臉高的頭大笑三聲, 他居然真的戳住那個包袱, 拉住冰冰的羊腸而去, 跟著, 旁門簾就掀起了, 那個心心走出來, 他向地下的花魚屋笑笑, 說, 現在那個惡客走了, 你還不醒? 花魚屋, 居然立刻就醒了, 一下子從地上約你來, 猛錦顫著頭下, 你對人好厲害, 居然要灌醉我, 可惜你的酒量, 比他想象中要好得多, 江湖中若再選十大惡人, 一定有你份, 那你呢? 那我也怕且入圍, 沈碧君走了? 嗯, 我叫了白老三帶他走, 也要將你的吩咐說給白老三聽的了, 那, 那個傻女呢? 啊, 我怕那個傻佬會進去後面找他, 所以唯有先將他挖到床底那裡休息一下吧, 現在, 你可以請他出來嗎? 好啊, 那然後, 再請他做什麼? 然後, 再請他沖個涼, 好好地跟他打扮一下, 嗯, 我知道, 我聽說一個人要入棺材的時候呢, 都要打扮打扮一下才行的, 我還不想讓他入棺材, 為什麼? 因為他還很值錢, 你難道想賣掉他? 嗯? 賣給誰啊? 據我所知, 有個老色鬼恨他恨了很多年, 是個怎樣的老色鬼啊? 哼, 那當然是個有錢的老色鬼啊, 而且還要, 又捨得花錢啊, 哼, 哎呀, 真是個十大惡人, 哼, 嘴不說啊, 我本來就是啊, 你想著什麼辦法啊, 燒十一郎啊, 做夢都想不到啊, 好了各位, 我們花開兩朵角表一枝, 講講燒十一郎, 那燒十一郎現在什麼都沒有想, 他覺得那頭啊, 空空蕩蕩蕩, 整個人都是空空蕩蕩, 走路呢, 就好像踩著浮雲那樣, 那他堅持不肯坐車, 想說走一下路, 那所以啊, 他們坐來那輛馬車呢, 就竟然走了先啊, 冰冰就唯有陪著他走路啊, 走了一段路了, 燒十一郎突然之間問冰冰, 他說, 哎, 你餓不餓啊? 不餓, 我這裡, 有燉雞, 有燒肉, 有糖醋魚, 還有一隻八寶鴨, 你餓的, 隨便吃點, 這裡什麼都有, 叮叮望著他手上, 那個湯汁淋賴的包袱, 想說笑啦, 但是又笑不出, 他很好瞭解燒十一郎現在的心情, 他知道燒十一郎現在可能連哭都哭不出, 這件燒十一郎突然之間就坐在路邊, 望著星光燦爛的夜空, 望了一段時間了, 他才說, 哎, 我正說, 應該是這一程走出來就好了, 在那兒喝酒, 真是正, 冰冰是整個乖乖女都望著他, 燒十一郎笑一笑, 他心裡就跟自己解釋, 沈碧君既然是為連城壁來的, 當然就會去找連城壁, 人家是恩愛夫妻來的, 沈碧君雖然是一時糊塗, 但是總會有想通的時候的, 那冰冰就忍不住提醒他說, 哎, 那個人說的話, 你真的信了嗎? 我連一個字都不信, 既然不信了, 為什麼要走呢? 難道你要我陪伴他, 躺在地上來? 你為什麼不去後面找一下呢? 找不到的, 你都還沒找, 怎麼知道找不到呢? 啊, 他那種人, 若不想讓我見到的東西, 我怎麼找得到? 你看得出, 他是個很狡猾的人嗎? 嗯, 我第一眼見到他, 就想起一個人, 誰啊? 小公子, 那個比毒蛇還毒一百倍的小公子, 那個人不會是小公子啊, 那這層我看得出, 他是個男人來, 雖然, 這隻的款, 但是, 他是個貨真價實的男人, 你這麼肯定? 嗯, 無論是女人扮男裝也好, 男扮女裝也好, 我都有一個辦法, 一試就試得出, 究竟是男還是女, 嗯, 那你怎麼試啊? 摸一下他, 啊? 竟然, 趁你不留意的時候, 我摸了他一下, 你, 哎呀, 你真的喝醉了, 誰說我醉的, 我現在, 清醒到整隻貓頭鷹那樣, 不醉的時候, 你不會這麼壞的, 呵呵, 你真的以為我是個好人嗎? 那我就在這時候, 嘻嘻嘻嘻嘻嘻, 有輛馬車就駛過, 丁丁就說, 哎, 好像是剛才那個人的馬車, 是嗎? 三更半夜, 他們這麼急趕著做什麼呢? 或者車上沒有人呢? 有人的, 起碼有一個人, 你見到啊? 你看看車子後面仰起那些沙塵, 你就知道車上起碼有一個人了, 看來, 你對眼比大賊超十一郎, 哼, 用什麼說啊? 起碼比最早的大賊超十一郎, 那我們追上去看看好不好? 嗯, 追上去都沒什麼用啦, 我們不如再回去連雲客棧看看, 好不好? 好啊, 今天超十一郎從來都不會拒絕冰冰, 回去連雲客棧, 燈光還沒關, 但是人都走了, 連行李都不見了, 超十一郎說, 哦, 看來他們全部人走了啊, 不會啊, 那輛車我想最多只有一個人的啊, 可能他們不是一起走的啊, 既然是一起來的, 為什麼不一起走呢? 難道, 他們知道我們會回頭, 就躲在床下底, 超十一郎說完之後突然跳過去, 用一隻手一切, 切一張床板, 那床下底是空的, 除了灰塵之外, 似乎什麼都沒有, 但是冰冰望到一樣東西, 一樣跟灰塵的顏色差不多的東西, 於是, 他走過去撿起來, 是一支女人用的, 已經很舊下的烏木針, 那一支烏木針本來很平常啊, 冰冰正想說扔了它, 超十一郎看到之後, 突然間搶過來, 望了望, 啊, 顏色都變了, 那超十一郎就不是那麼容易變顏色的人, 冰冰看到這樣就忍不住問話, 你見過這支烏木針嗎? 嗯 在什麼地方見過的? 在一個人的頭髮上 是誰人的頭髮上啊? 沈姑娘啊? 不是 你怎麼都猜不到, 這人是誰的了 是不是 風四娘啊? 啊? 這樣都被你猜到? 那個連行路都有人扶的婦人, 是不是在風四娘啊? 嗯, 我想一定是他, 他正說一定還在這裡的, 各位, 這支烏木針雖然很舊下, 但是風四娘一直很珍惜, 因為是超十一郎送給他的, 那就是說, 如果不是他被人掣抓住, 連動都不能動的, 就絕對不會掉了支烏木針, 至烏木針竟然在床下底裡, 他的人正說, 也是被人收在床下底啦, 超十一郎於是丟了手上的包袱, 他說, 快點, 我們馬上去追那輛馬車, 怎知就在這時候, 牛掌鬼入來了, 牛了這樣, 看著打散在底的那包魚肉送彩, 超十一郎見到他就笑笑口說, 嘿, 我們很節省的, 吃不完的菜都喜歡打包的, 牛掌鬼就說, 兩位, 需不需要叫人幫忙, 把這些菜包起來, 送去對面房啊, 冰冰就說, 對面? 對面是什麼地方啊? 兩位不知道啊, 那兩個姑娘已經搬了個對面屋啦, 超十一郎一聽, 嘿, 高興啊, 怕扛牛掌鬼的肩膀啊, 嘿, 你真是個好人, 我好喜歡你啊, 這些菜我送給你回去宵夜啦, 你千萬別客氣啊, 啊, 是這樣啊, 說完就琴琴聲走路, 去到西面屋, 這裡沒點燈, 有一棵不同柱, 固靈靈的被罩在月光下面, 那些窗口陷都關閃的, 門也是關閃的閃閃的, 並並拉著超十一郎的手說, 這些屋裡頭這麼黑, 可能有埋伏啊, 嗯, 我們千萬不要就這麼衝進去啊, 哈, 今晚超十一郎沒有聽她的話, 突然就拼開她的手, 衝過去一拳就打開門, 突然, 黑暗中聽到有人說, 站住, 別亂動啊, 如果不是, 我就殺了她, 超十一郎居然笑一笑她答說, 哼, 你殺了她, 難道你也想死嗎? 今晚越危險的時候, 超十一郎反為會笑, 因為她知道, 笑不單止可以令自己情緒穩定, 也都可以令對方摸不清她的虛實, 那麼黑暗中的人果然之間就不出聲了, 不過超十一郎也都沒有再向前走一步, 那麼跟著, 就有燈光點著了, 一個人手上拿著一盞燈, 燈光照著她的臉, 是一塊笑得好甜, 又好跳皮的臉, 擦黑的頭髮, 梳著一條烏髒的大邊, 她就是深深, 風四娘現在就坐在她身邊, 唉, 打扮到整個新娘子那樣, 不過, 就整個木頭人那樣坐到, 不懂得動的, 深深本來是想帶風四娘走的, 但是很可惜, 不可以解開她的月道, 也都沒有法子背得起她, 於是, 超十一郎終於就見回風四娘了, 她見風四娘沒什麼點老, 看起來甚至是比兩年前年輕了, 超十一郎心想, 唉, 她可以越來越年輕了呢, 難道她真的一個女妖怪, 那麼風四娘見回超十一郎, 即時熱血沸騰, 宜得立刻衝過去, 撲進去懷抱, 又宜得出力咬她一口, 再刮她一巴, 風四娘每次見回超十一郎的時候, 都會有這種感覺, 那究竟是愛還是恨, 她自己都沒辦法分得清, 深深見到她們這樣表情, 嘆了一口氣, 唉, 超十一郎, 真是不愧是超十一郎, 怪不得有這麼多人愛她, 又有這麼多人恨她, 笑十一郎, 嘆了一口氣, 她說, 可惜你還是個小女兒, 如果不是的, 如果不是, 你想怎樣? 如果不是, 你現在早就死了三次了, 我怕你還未曾走過來, 風四娘死了三次就真的, 你都敢殺人? 我不敢的, 正如我不敢吃肉, 我怕胖一樣, 但是我天天都吃肉啊, 你殺過人啊, 殺得這麼多, 到目前為止, 一共都未夠八十個, 我喜歡殺過人的人, 你喜歡啊? 只有殺過人的人, 才知道被人殺,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是啊, 真的很痛苦的, 有些人臨死的時候, 連富浪都會濕的, 所以, 你當然不想被我殺, 無論誰想殺我, 我都會難受的, 你都不會例外啊, 所以, 我們不妨, 慶安交易啊, 什麼交易啊? 你現在若果走, 我絕對不難阻礙你, 你說不是, 就可以太太平平活到八十歲了, 這班交易, 好像很公道吧, 公道之極啊, 不過, 我又想跟你談談交易啊, 是嗎? 那你如果要走, 我也絕對不會難阻礙你, 風四兩還迷, 就可以太太平平活到八十歲了,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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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交易, 好像是很公道啊, 用什麼說啊, 公道之極啊, 啊? 哈哈, 哈哈, 笑十一郎聽了之后, 哈哈大笑, 但是笑了兩句, 突然間停住了, 就有個笑聲停住的時候, 窗外面有個人說, 無論你們吵什麼交易, 我都抽三成, 咦? 究竟又來了個什麼人啊? 想知道的朋友, 明天記得收聽啊!